各位投手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递险 让你变成立猜Superman 今天的加权指数稍微出现了小小的震荡 可是中小型股 很多的股票其实股价拉回的幅度 大概都在2%甚至3%甚至有到4%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其实不管是贵买还是加权 在从4月底以来 它已经连续大概涨了将近8个交易日 中间虽然有小幅度的休息一下 可是其实没有出现太明显的回档休息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最近的这个行情涨多的过程里面 你稍微震荡一下 都是非常符合市场逻辑的 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一样是要先跟大家讲说 关于到底市场现在在意哪些经济数据 因为再过5月10号 5月10号就是明天 美国就要公布CPI了 而这一次的CPI会不会跟过去不同呢 我们认为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大家去做留意的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观察到的是 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布 应该也不能说开始啦 即将开始 应该要说是即将结束 这个月营收的公布 以及季报的公布 季报大概到5月中就结束了嘛 那月营收的公布到10号之前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营收数字 以及财报的数字表现 来去确认到底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公司 和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好是坏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毕竟市场上面的模糊空间非常的大 因为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跟大家提到的 目前没有关键性的利多跟利空的证据 所以指数跟股价就会在这边来回的拉扯 所以呢既然现在又不是空方时间 也没有关键性的利空因素 股价缓步电高的情境 我们认为发生的几率非常的大 好吗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的更详细 在节目的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一个赞 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么在交易上面想要咨询的话 也欢迎大家拨打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那么我们当然要在意的就是 在明天要公布的CPI数据 因为我们从美股的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 昨天很明显的不管是道琼 不管是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 成交量都有稍稍的往下滑了一点点 这样子下滑的幅度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这个成交量 就已经没有像之前 也就是2月3月的时候这么的热落了 那么在已经成交量往下落的情况之下 不就代表市场正在观望吗 那在观望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CPI的数据 因为虽然大家认为这个通膨应该拐点也已经过去了吧 这个是确认的已知事实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CPI的数据是快速的下滑 那么在快速的下滑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了联储会也不急着要在这边 继续的升息下去 所以所有的经济数据跟我们观察到的市场的事件 它是环环相扣的 可是呢 你说现在经济数据不重要吗 当然还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总体经济数据仍然是驱动整个金融市场 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所以市场会在这个地方光望明天要公布的CPI非常合情合理 那么我们以台股的结构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的指数 不论是加权指数还是贵买指数 都来到了一个均线上下方的位置 也就是月线跟季线这个中间的空间 所以呢 你透过一个来回震荡洗刷 你让均线去做收敛 这个东西在技术分析里面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形态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不需要因为一天的拉回 或者是股价指数在这边出现震荡 就觉得行情要over了 我们说过了 大家要留意风险的时间点 就是把它推到5月中之后 那么既然现在不是空方时间 那我认为大家就不需要太过于起人忧天 有风险意思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过于悲观的话 那其实很多个股在轮动的行情 可能就没有办法参与到 昨天晚上的美股一样是开低 可是呢我们看到了像是债务上限的问题 他会慢慢的浮上台面 我们说过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上面 会来跟大家分析关于美国债务上限 这个事件要怎么去做观察 那么在这一些事件还有经济数据 跟企业的财报多空拉扯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了美股在这个位置上面 真的每天几乎都是在平盘附近震荡 涨也涨不上去 跌也跌不下来 那么昨天虽然是开低 可是在费半还有纳斯达克里面科技股的成分股 缓步跌高 缓步跌高的情况之下 从平盘下收到平盘之上 这个涨跌幅都没有太大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跟大家交代的 美股其实现阶段就是一个正在观望的情绪 那么这个CPI到底要怎么观察 我们今天先讲 明年可能还会再提醒大家 这一次的CPI的重点在于哪里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橘色这条线就是所谓的整体的CPI 包含了食品跟能源 在从2022年中以后就开始快速的下滑 我们有提醒过大家在看经济数据的时候 千万不要线性思考 什么意思 你看到前面快速下滑 就认为未来也会快速下滑 这个在观察经济数据上面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它不一定正确 当你今天有线性思考这样子的模式出现的时候 在股市里面常常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过去怎么样 所以说现在就会怎么样 当然过去的历史很重要 值得我们去做参考 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是 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基于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境 来去做出分析 这个东西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地方 所以在过去虽然CPI下滑的速度很快 但我们说过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CPI下滑的速度就不会这么的快 我们把结论先告诉大家 市场目前预期的是什么呢 CPI目前在明天即将公布的这个年增率 大致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上个月的CPI 整体的CPI是5.0 就是包含食品跟能源的年增率是5.0 市场认为这个月呢 开出来是多少 5.0 也就是不动哦 是不动的哦 核心CPI上个月公布出来是5.6% 那么市场预期呢 这个月公布出来是多少 5.5% 小幅下滑 所以在我们认为到下半年的这段期间里面 其实大家都不用太期待说 通膨会怎么样 会开始一路往下掉 直接掉到2% 通膨在接下来降温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那当然原因也跟我们昨天节目上面 跟大家分析过的 因为美国现在服务业的薪资仍然是高速成长 那那个薪资掉不下来 你的劳动力市场维持紧俏 那你的通膨就会很有粘性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每天都在看我们节目 你就会像在听故事一样嘛 每天都一环扣一环 这些经济数据还有金融市场的事件 都能够串在一起 而且我认为投资朋友如果能够了解 金融市场现在发生的故事的话 其实对于自己在做交易策略上面的制定 一定会非常有帮助 至少你不会在不是空方的时间去打空单 不是在多方的时间 然后呢去打多单 我认为只要掌握好所谓的股市里面的节奏 至少大方向上面我们不要偏差太多 长期来讲的话 这样子你的期望值应该都能够是正的 那实际上面我们就拿实际的例子来看 4月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提醒过大家说 这个地方指数可能有向下500点的修正空间 那么也确实出现了500点的修正以后呢 我们在Telegram的群组里面提醒过大家 什么好来我们从4月25号开始看 当时指数跌到了15300点 很多投资朋友就开始悲观了嘛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15900点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要涨过16000 那我们的观点就是它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 所以在15900点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乐观 那后来修正到了15300点 既然观点是区间震荡又没有改变 那我们当然不需要跟着悲观嘛 所以这一个情绪上面 常常是反市场反其道而行的 那为什么因为市场上面大部分的人总是在 不该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 在不该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 但无论如何呢 我们就是把我们最真实的看法分享给大家 4月25号的时候我们在Telegram上面告诉大家 技术指标修正过后 这个时候你反而应该要去关注一些自己原本的口袋名单 有没有哪些个股是值得大家去做出手的 当时的加权指数是在15370点 到了4月26号也就是这一波台股的波段相对低点 就是这一波修正的低点嘛 对不对 一度到了115284那天 那么在26号的时候呢 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我们告诉大家现在还不是空方时间 所以指数有机会 有很大的机会在那个位置上面指稳 那么呢当时的修正是什么修正 你高档的股价你本来估值就高 而往下修正很合情合理 那你本来就已经趴在地上的股票 你跟人家修正什么吗 那如果这些在低档的股票 你跟着人家修正 不就代表他的估值有过低的疑虑吗 那这个东西对于想要在修正的过程里面 减便宜的投资朋友不就是一种机会吗 4月26号当天的加权指数是在15374点 有没有 到了4月27号的时候呢 我们在群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们认为在看法上面 很有机会在这个位置上面 逐出一个小的底部 然后呢开始反弹回季线之上 4月27号我们就先告诉大家 在那个位置上面有机会逐出小底部 而且反弹回季线之上 当时的加权指数只有多少 15411 15411 到了4月28号的时候呢 哎怎么样 台股单日大涨180点 将近180啦 160啦 160几 将近170 那么我们告诉大家 4月28号这一天的往上大涨 它是结束吗 不是哦 我们告诉大家 接下来指数一样是一个区间震荡 但是会干嘛 缓步电高 因为你很多前面被挫杀的股票 要先涨回去嘛 有没有涨回去 有啊 有股票涨回去 而且很多被挫杀的股票 其实不只是涨回去 甚至已经出现了过高 所以我们提起大家 大家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不需要太过于悲观 也提醒大家 有回档都是机会 当天加权指数的收盘价 是在15579 到了今天 我们来看哦 加权指数稍稍的震荡 稍稍的拉回 加权指数在哪里 在15700附近 也比我们当时4月底 讲的位置还要来的更高 那指数也有没有 如我们所说的 真的往回站上了季线 而且在昨天也成功了 站上月线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加权指数第一次站上季线的时候 是哪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波就站上去吗 没有嘛 它碰到季线以后呢 是不是又往下拉回修正一天 因为你毕竟 你原本的股价指数是在均线之下 那你要站回去均线 你上方那条均线 它终究还是一个压力 你必须要去克服它嘛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碰到了 往下稍微拉回修正 你洗一下筹码 很合理 后来呢 站站站站站站 是不是就跳上去了 站上去以后呢 是站到哪一条 昨天站上了月线 那么今天碰到月线以后 我们说了嘛 你的股价原本是在均线的下方 所以上方的均线 自然而然就是一种压力 在这个地方 你稍微震荡整理 做一下测试 是不是也很合情合理 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观点是呢 有投资朋友认为 这个地方是一个下弯的月线 下弯的月线 确实是一种压力 没错 可是呢 上扬的季线 在这个位置上面 同时又为股价带来了支撑 所以格局上面是什么 下弯的月线跟上扬的季线 正在打架 正在打架 那我们的观点呢 一样要给大家结论嘛 我们认为缓步电高的方向不变 理由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成交量的部分 为什么要看成交量 因为前一波杀下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观察到 这个成交量很明显的 稍微多了一点点 代表抛出来的筹码比较多 而现在的成交量 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况 没有出现爆量的情况 那筹码就会比较安定 当你筹码安定的时候呢 你的股价轮动 自然会比较健康一点嘛 因为你的套牢筹码的压力 没有那么的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筹码安定 那你股价要点火 要往上拉 这样子就相对的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我们一样啦 认为在这个地方 均线稍微震荡 让它收敛一下 但是缓步电高的方向 没有改变 而贵买指数的部分的话 就更加明显 因为原本贵买指数 涨得比加全指数更凶嘛 所以你的均线 也就是月线跟季线拉得更开 那你后来修正以后 你来回这样子震荡 你会发现什么季线跟月线 绿色电脑线是月线 他们会慢慢的收敛上来 可是这个收敛的开口呢 是不是跟加全指数比起来 仍然是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要让均线快速的收敛 也就是比加全指数 更快收敛的话 要怎么样 你的拉回幅度一定会比较大 所以贵买指数今天的拉回幅度 很明显的比加全指数 还要来得更大 那么情境跟加全指数 也是一模一样 什么情境呢 你第一次站上月线以后 你要不要来回测试一下 有需要吗 有这样的必要吗 而成交量能的观察 一样啊 前一波杀下来的这个量能 是不是比较多 而现在这一波贵买指数的 反弹过程里面 我们都没有观察到 爆量的情况出现 所以贵买指数 这个位置上面的筹码 依然我们认为是属于 比较安定的状况 那你真正要担心的是什么 你出现了一天的爆量 当你今天出现了爆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看个股 有没有跟着爆量哦 有一些跟着爆量的个股 这个地方你就要担心说 会不会有筹码换手 或者筹码出货的状况 但是我们就整体的状况来看的话 现阶段我们没有观察到 所以投资朋友也不用太起人忧天 我们就把它视为是一个正常的洗盘过程嘛 毕竟你加权指数跟贵买指数 从低点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也好歹往上爬了八个交易日 虽然中间有稍微稍微小小震荡一下 但是整个趋势往上走已经持续了八天 那你持续八天以后 你需不需要一些洗盘的过程 来让不安定的筹码被洗掉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轮动格局 所以缓步跌高的看法没有变 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那实际上面呢 有没有哪些股票可以注意 我们昨天节目上面有跟大家提到 可以去留意5425台半这档股票 为什么可以留意呢 因为投信在这个位置上面连续的卖超 在去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投信对这档股票的琢磨非常的深 动不动就大买 买一买以后莫名其妙又自己把它杀下来 很多的时候都是题材跟新闻在驱动 可是就过去的历史来看的话 投信每次杀下来 最后都还是会把它买回去 至少这样子的看法 在今年的三四月以前都没有改变 这个投信都会自己莫名其妙把它买回去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面提醒大家 因为投信真的已经连续卖超非常多了 而这个投信的持股水位 有没有回到去年11月那一波低点的位置 也就是什么 卖得差不多了 卖得差不多了 股价在这个位置上面有破底吗 没有破底嘛 虽然在今天一样出现拉回 可是很明显的在这个位置上面 已经足处了一个小底部 当投信在这边连续卖超 而且股价却在这个位置上面足处底部 代表有人把筹码接走 所以要观察的是什么 哪一天投信开始由卖转卖 那么那一天我们认为呢 就是股价开始表现了一个好机会 好吗 这张股票值得大家去做一个留意啦 再来呢 还有很多的股票是 因为这一波我们包含昨天看到了 台湾公布了4月份的出口值 这个年增率-13.3% 连巴黑 那你说在未来几个月有机会马上好转转正吗 不可能 你可能在今年还会看到连12黑 但是这些出口受到的是什么 是海外的景气循环影响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想要操作股票的话 不妨把眼光放到内需 内需的这些概念股里面 什么叫内需概念股 大家之前看到缺蛋嘛 其实现在肌肉也蛮缺的 那缺肌肉的话 大家一定要想到的就是什么 1215的普风嘛 普风昨天公布了他们的地际财报 地际财报开出来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EPS来到了1.43元 创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 也是历史次高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蛋价很贵吗 不是嘛 因为蛋价大概只占了 他也说了公司占不到2% 真正带动捕风 能够让他的获利表现这么的好 其实是受惠与鸡肉价格 跟猪肉价格的上涨 那你说鸡肉价格为什么会上涨 因为台湾前一阵子缺蛋 缺蛋就是缺鸡嘛 所以我们目前台湾的肉鸡 肉鸡的缺口 大概是120万只 而这120万只的缺口 我们认为应该一直到8月 7、8月的时候 才有机会开始慢慢的收敛 那你既然有这样子的鸡肉缺口的话 不就代表鸡肉的价格 还有往上涨的空间吗 那为什么鸡肉会往上涨 为什么猪肉会往上涨 很简单吧 因为你饲料贵啊 这是大概是从去年 恶物战争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当你的饲料成本变贵 你的劳动力成本变贵的情况之下 你的鸡肉跟猪肉的价格 成本当然降不下来嘛 所以如果在接下来 如果猪肉价格跟鸡肉价格 还会持续向上的话 捕风在今年的获利 会不会创下历年来的新高 我们认为非常有机会 所以地季是传统的淡机 而开出来的EPS居然是历史次高 那不就代表 接下来还会继续的 干嘛 创高吗 还会继续的干嘛 渐入加进吗 全年EPS有没有机会挑战10块钱 我们认为有机会 那现在股价表现怎么样呢 在之前那个肉鸡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了有120万只的缺口 当天股价大概就往上挑战超过100块 可是呢 我们就看到了 有获利了结的卖压 虽然过两天缓步跌高 可是在今天股价出现了明显的拉回 也就是很多人会把它解读是什么 叫做利多出镜 你昨天财报开这么好 今天股价下跌 这档股票应该是over了 完完了 其实不对 如果大家只需观察这档股票的形态的话 走的算是蛮漂亮的 2022年也没什么大跌 因为它就是内需的循环股嘛 那机会价格现在的需求这么的好 我们认为股价要修正 它的向下空间其实也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认为当今天股价 已经拉回到了月线这个位置附近 再加上他们的EPS 以及他们的财报表现 都会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股价在未来向上的空间 仍然非常值得期待 这档股票也是我们目前有在关注的 也是分享给投资朋友了解一下 再来我们在上个礼拜 5月4号的时候呢 我们有买进了一档万里长城 大家觉得好像今天股价表现不好 没有 我们说过了这是一个个股轮动的格局 所以其实还是有股票可以大涨的 什么股票呢 我们买进了万里长城 就大涨了超过6个百分点 在盘中一度大涨超过7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我们当初会买 因为股价低到不行啊 真的低到不行 前面都没有涨 我们也认为说公司在最近的动作频频 那在昨天有新闻出来 我们不要讲太多 因为讲太多就会被大家猜出来嘛 那这档股票呢 在今天出现了一根长红K 向上突破 形态上真的非常漂亮啦 那我们的会员朋友 当然手上也还有持股续报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如果股价能够顺利的继续消化 前波的套牢卖压筹码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网上的空间应该还不算太小 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在群组上面 来跟大家分享这档股票 那么在最后的话 记得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就是明天的这个CPI公布 以及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节目上面 我们会陆续分享 我们有观察到的一些个股 有一些产业 那这些个股跟产业背后的逻辑跟故事 我们也都讲得非常清楚 不论投资朋友认不认同 至少你听听 你也不会吃亏嘛 我认为投资朋友在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操作上面的话 就是要保持一点谨慎的态度 但是呢 也不用过度的悲观 而是在现阶段的行情里面 且战且走 那么我们会把一些在节目上面 来不及分享的资讯 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都欢迎投资朋友加入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也会来持续帮大家 追踪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 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的不好 就是你